大家好 我是兰兰 我又回到楼房了 回到外边以后就开始收拾厨房 这个油力厨的小抹布 因为它是纯木质纤维的 你看它就是不好 爱破洞 所以呢要淘汰了 这个啊 这是他们家 还是一家的啊 这是他们家的新生产出来的 不容易破的 特别柔软 洗碗啊擦个灶台啊 擦个油烟机啊 以前我都拍过好多视频 有很多的朋友啊 粉丝跟着我买这个 我继续啊 它这回这个啊 不容易破洞的 我给它洗个碗啊 你们看一下 以前的抹布啊 是很好使 但是就是用一段时间 它就爱破洞 新的不会 你看啊 我往这池子里 倒点我们的食用油 然后这个是老抽 我都舍不得倒浪费 像什么蚝油啊 这些辣椒油啊 看这是一块新的 这个啊 洗碗啊 洗油啊 盆啊 不用放洗涤淋啊 你看 这不是擦上了吗 看我再投一下啊 一性到底啊 你看 你要是用洗涤淋 上面不就得泡 漂着好多的沫子吧 漂着好多的泡沫 就得不断的 头啊 洗啊 但是 还是有的啊 不用洗干净 你看 这第二遍啊 因为我倒的比较多嘛 又是油 又是酱油的 你看 三遍 差不多清凉了 你看 一丝片 你看 让我们洗碗多省事啊 一定到底啊 没有换啊 真真实实的啊 你看 多干净啊 洗的 它不挂油 就行了 对了 因为它木纤维 我又忘了 最好别这么拧 就是这样钻 它用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纯木纤维呢 你看 洗干净了吧 嗯 您看 软软乎乎 修这个啊 油里除了小抹布啊 你用过十天半个月 都不会有那修斩不味 清清爽爽的啊 你看这盆 刷的多干净 你看 特别亮啊 不挂油 不粘油 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我呢 放在橱窗 还有呢 视频下方也有链接 你像这个 这个废弃的 我就可以擦灶台 擦那油烟机 也不用洗地铃啊 什么的 因为尤其洗碗啊 那洗地铃洗不干净 就吃到嘴里面 它都是化学的东西 这个呢 就这么一块小布 就行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 那么简单 成员 声嘴里面 我说过 适应的 均我